得獎人是李永超導演 歡迎李導演 副名是會主挖洞子 得獎人李永超 緬甸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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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勞動驚象獎 選在松山文創園區進行頒獎 今年勞動驚象獎首獎 由緬甸華僑李永超導演 所拍攝的挖洞子 記錄了緬甸仙洞鎮 玉石藏口青年 為了求翻身而奮鬥打拼的故事 拍這部片我覺得是很意外 因為我去之前我沒有帶什麼器材 我也沒有說我真的要去計劃去拍片 而是我去到那個地方 我看到原來我弟弟他們工作環境是這樣 就震撼到我 但是我覺得我又身為一個影像創作者 我應該就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他自己找上去 我覺得應該就要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我就用手機就把它拍下來 台北市勞動局舉辦的勞動金像獎 超過百部以上作品參賽 用影音來記錄 勞動職場的變化和產職業的變遷 不僅僅是鼓勞勞工朋友 關心自己的勞動大小事 透過競賽的過程 更可以提升勞動議題 被社會各界關注 透過影像記錄我們要傳達的是 社會對於很多勞動的 特別是弱勢 或者是相對他們機會很少的 這些勞工朋友們 應該要看見每個人 他其實都有他這個 特殊的能耐 但是社會要給他是機會 那同時我想影像也會述說一個 比較 用文字上面更有渲染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別人的身影 我們看到別人一步一腳印的過程 會觸動我們自己也反觀自己 所以我想一個文化的創作 它帶來的教育性 跟它對社會要提醒的這個面向 都是有它滲透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想很期待更多的朋友 用影像來述說勞動的身影 勞動的故事 另外新世波有線電視製作 有職節目記錄在地故事 拍攝紀錄片《傲笑人》 參加勞動金像獎競賽 從多達百件作品當中 獲得專業主家作 新世波董事長陳煥鵬表示 非常鼓勵同仁製作影片 除了可以拍攝在地故事之外 更希望藉由參加勞動金像獎的競賽 真實反映出勞動世界的多樣性 提升勞動議題 被社會關切的廣度和深度 讓新世波有線電視 善盡企業的責任 關懷大眾 中佳新聞林立如范剛儀 綜合報導 恭喜立如 《傲笑人》進一片